大家好,我是Yuki 不知道你們有否追蹤阿Kent前兩天介紹柏橋兩房單位呢? 今天我也是介紹柏橋一房單位 如果你在找一些低密度新裝修的樓盤 不妨一起跟我看下去吧 看看這個單位 一進來就是我們的客飯廳的位置 客飯廳看上去都是比較闊落的 還有樓底都是比較高的 那麼高的樓底只有地下花園或是天台 連天台的單位才有 那些地板是房木紋的 那房木紋有什麼優點呢? 房木紋就容易打理 看上去都是整潔和舒服的 那進來我們廚房看看 那廚房是一個緊處 那廚房的都比較大的 兩至三天一起煮飯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些爐具都是一手發展商配備好給我們的 所以不需要換過其他新的 輕輕清潔一下就立刻可以用的了 那廚房都是望向外面的景的 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花園的部分的 那這個單位是地下蓮花園的 那這個單位是地下蓮花園的 那這個花園看上去的空間都是舊的 那這個花園看上去的空間都是舊的 那又適合那些喜歡喝咖啡啊 那又適合那些喜歡喝咖啡啊 或者是晚上吃完飯 那可以跟朋友聊聊天的小朋友 那現在就是我們的客廳的部分了 那這個客廳的傢俬都是之前業主留下的 可以看到是沒有什麼使用痕跡的 所以都可以直接使用都不用怎麼打理的了 那現在這間就是主人房的 那現在這間就是主人房的 那可以看到了 那間房裡面有齊了床啊 書桌啊 和衣櫃的 那這個衣櫃看上去都是很大的 那這個衣櫃看上去都是很大的 的 容納一些的物品都是比較多的 那有齊了傢俬的話 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入住的了 好 好 那去看看廁所先 那這個業主呢 因為 三庫比較多 在這裏呢 黏住出來都做了衣櫃的 那這個儲物 空間都是比較大的 好 看看我們的廁所先 我的廁所都是很新正的 幾乎沒有什麼使用痕跡 OK 那如果有些 有些朋友都是在找著類似的單位 就可以留意這個單位了